第四個遊戲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組呢 叫做精靈捕手 所以我們今天呢 是要扮演就是 就是要怎麼稱為巫師 然後呢 就是要收集精靈 因為叫精靈捕手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玩一下這個小遊戲囉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怎麼玩 那呢 它是適合呢 就是2到4個玩家 它就是支援2到4個玩家這樣 好 那我們就要介紹一下囉 這組的就是非常簡單又可愛 就是它有附這個輔助卡 如果你忘記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輔助卡的功能 好 那我們就放到旁邊 那一開始的身體呢 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 有這個精靈板塊 它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一樣元素的精靈 總共有這個 1 2 3 4 5 6 7 7種 7種元素的精靈 好 那它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然後它每隻精靈就是 它有特殊的功能 會就是 發揮它的那個 就是 在遊戲中會發揮一些 物量的功能 來讓這個遊戲呢 更加有趣這樣 當你就是 你就隨便抽嘛 你就隨便抽 這樣抽一個 欸 閃電精靈 每個人呢 一回合呢 可以抽兩張牌 那你就抽了這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抽一張 再抽一張 啊 是水精靈 這樣子呢 這樣沒有配對成功 你就必須要不要再把它翻回去 翻回去 這樣 好 那這個遊戲呢 一開始呢 就是由那個 最年輕的玩家 先開始啟動 對不對 好 那又順時鐘這樣順下去 然後下一回合呢 假設又換到我了 我再翻牌 好 我再翻 因為我剛剛有翻到嘛 放到這個精靈 好那我再繼續翻喔 假設我又翻到了 這樣翻到兩張 當抽到兩張一樣的時候呢 配對成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兩張 一樣的有沒有 取下來 就是變成你的 好 那我們再補兩張 這個面要朝下喔 就是 大家看不到這樣 補齊補滿 這就是遊戲怎麼進行的一個動作 好 當我抽到兩張一樣的時候呢 我就要繼續收集 當我收集到這個 就是假設我又翻 這個 又翻兩張一樣的 好 假設啦 假設我今天又 又不小心 收集到了這個 假設我收集到三張一樣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觸發 就是 你就可以觸發 就可以召喚這樣喔 就可以召 召喚這個 閃電精靈的這個賬號出來 好 然後呢 當你收集到兩張的時候呢 它是有功能的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下面這個 旋轉這個 當你 抽到這個的時候呢 閃電呢 就是表示呢 它你可以再多一回合 因為它就是閃電精靈 它會有一個觸發 它的元素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再多玩一回合 所以你就可以再多翻 多翻兩張牌的意思 好 這個就是多玩一回合 好 那這個呢 火精靈呢 火精靈就是 你可以 就是燒掉另外一個對手的一枚 就是它的精靈 它收集的精靈就直接燒掉 就是 拜拜 就是直接不見 就是任何一個玩家 你自己選一個這樣 好 蠻殘忍的 好 然後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誰 風精靈 風精靈呢 就是你可以 它這裡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就是 箭頭這樣交換 交換的意思 它就是一樣 你可以跟別人交換一個你想要的精靈 就是從別人 任何一個玩家 然後從它的別人 就是一個交換 就是你自己選一張這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水精靈呢 水精靈就是 你可以從你的這個 排堆上 就是你可以任意的看四張 四張你想看的 就是 但是呢 在看的過程中呢 你的對手是不能 不能看的喔 所以你要請他們把眼睛閉上這樣 然後你當你抽到這個呢 就是水精靈的時候 它這裡有個眼睛 有沒有 提示你就是 你可以看四張你想看 就翻四張你想看的精靈 然後再把它蓋回去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 大地精靈 大地精靈呢 它這個很可愛喔 它就是有這個石頭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它蓋在這個上面 就是這一回合你就蓋住 別人就不能 不能看也不能動也不能拿 然後呢 等到下一回合輪到你的時候 你就把石頭拿掉 放回去這樣 這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呢 還再來 好我們介紹下一個精靈 這個 大地精靈 大地精靈的蟑螂 我剛剛撞到了 好 再來呢 花精靈呢很簡單 花精靈就是你從排隊中 它這有一個假意有沒有 花精靈就是從這個排隊中呢 直接拿一張 直接放到你自己這裡 直接拿一張椅子 是很簡單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很簡單 它就是 它是什麼精靈 多變精靈 多變精靈就是 當你在這個場上呢 就是假設啦 真高一張 這是文文 多變精靈就是 當你翻到兩張 是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收集 收集進來的意思對不對 它就是 它跟誰都可以 都可以搭配對不對 任何元素的精靈 它都可以搭配 好 那這一組呢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介紹給大家囉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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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